康辉老师再次封神 超长口播61分钟零失误 13143个字 全程无瑕疵 无卡顿 当之无愧的央视C位担当 几十年如一日专业 打破了两年前 他创下的22分钟零卡顿口播记录 老前辈都曾对康辉赞不绝口 李子蒙曾说 如果有重大直播 只要有他在 起稿大稿难稿 都是他的 只要任何任务交给他 你就可以百分之百的放心 2019年月宾典礼 他与海峡的解说铿锵有力 为了调生好最佳状态 康辉和海峡边吸氧边备稿 2020年11月3日 康辉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天 开播前8分钟 12000字的加急稿件 才送到他手里 康辉甚至来不及完整看过一遍 但越是紧急 康辉越是提醒自己不能慌乱 我拿到全部摘完 可以在新闻联播当播发的稿子的时间是 18点50 大概52分左右吧 已经坐在演播室里面了 倒计时结束 7点准时开播 然而在直播过程中 康辉而返突然意外松动 康辉犹豫再三 还是出手调整 这是新闻联播室上 从未有过的动作 电播里面还从来没有过主播 在播出的时候 是会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多余的动作 但另外一点 新闻稿要安全准确的播出 我到底要保持 22分38秒 康辉创下22分钟口播零失误的记录 已斩封神 被夸上热搜 就在所有人都对康辉赞不绝口时 康辉却表示 我只是完成了我工作当中的正常的一天 其实每天都在做着这样的 不是我值班的话 我们其他的同事值班 同样也会很好地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在央视30年始终严于律集 从实习主持到如今的新闻部主任 康辉早已是央视当之无愧的C位担当 康辉在央视主持心中的地位有多高 朱广泉直接被血脉压制 果然文化人之间的互怼都是高手过招 新年这个时候我许了一个新年愿望 让康辉给我少排班 奖金还能翻番 看完这个采访 我觉得给我装奖金的车要翻 今年我的奖金会像小河弯弯 工作量像一条大河拨浪宽 我想呀 这真是一个内陆省份出生的孩子 想象力还是太欠缺了 就是小河大河 我希望他往包扬大海那方面去想 也只有康辉敢这么评价萨贝宁了 康辉同学你来评价一下小萨同学 做做 小萨一言不合就被康帅扣钱 康辉现在还有一个新的名字 叫当代怼言大师 对 不是对是对 我是对 你又得扣200块钱 中央台说错一个字扣50块钱 我曾经有一个月把所有的工资都扣光了 你真的假的 真的 说到央视主持中的门面担当 央视三豹爱这彩虹屁 吹得太到位 朱广泉声称康辉是行业标杆 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 就教科书似的 很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新闻主播或者是主持人 他做的那些东西就是行业标准 让你觉得你做节目就应该做成这样 但是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 行气如红 走云连风 精神弥满 万象在旁 气宇轩昂 能做京士非凡 不识赤子平常 平常还能给我拍拍班 满足最后一条 晓妮表示 康辉就是国脸形象的代表 康辉是国脸 它代表国家的门面 代表媒体人的形象 所以康辉不仅是央视voice的颜值担当 还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颜值 萨贝宁表示 康辉就是人体活字点 前辈李修平李瑞英 对他赞不绝口 我见到他第一面 到现在专业 敬业很职业 一个灵力眼神 让李子蒙秒怂 王冰冰一见面 就主动汇报工作 新闻部称其为康帅 我经常讲说 我不是领导 其实真的就是服务员 如此令人敬佩的康主任 其实也有过失误 这是康辉职业生涯中 最大的失误 2008年汶川大地震来袭 举国爱痛 央视新闻主持康辉等人 也一直坚守在新闻直播间 播报着前线不断传回的消息 从5月12号到5月13号凌晨 30多位新闻主播 24小时不间断直播 有的一波就是六七个小时 高强度的工作和悲怆情绪的影响下 康辉犯了他职业生涯上最大的错误 康辉将外国领导人发来的慰问殿 念成了贺殿 在汶川地震的背景下 这两个字的错误 无疑是致命的 突然那两个字出口的时候 就啪一下 就是所有的那些疲劳都没了 就是你一下子清醒了很多 就是说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 赶紧就改口改过来 那是我犯过的 我觉得应该是最大的错误 那可能比流鼻涕 挖鼻孔都更大的错误 同事们为照顾康辉的情绪 心照不宣的没提起此事 可康辉愧疚至极 多次在心中暗骂自己 这种时候出现这种低级失误 简直是对灾区人们犯罪 令人感动的是 当时不少人对康辉表示了理解 5月19日新闻播报 康辉在播报遇难同胞时 忍不住再度哽咽 神州大地悲气 悲伤的泪水汇流成河 这无尽的悲怆 这一生生气敌 这长明的警报 是我们对所有逝去同胞 不舍得呼唤 播报是他的责任 哽咽是他的情感 这件事过后 康辉对自己更加严格 每次练习时出现失误 他抬手打自己一下 提醒自己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 日复一日的严格 让康辉成为了如今央视的门面担当